连续两个月两台冷气开整天上传电费账单没人相信眼睛看到的数字。 天气越来越热不少网友的家中开始开冷气。 许多民众担心开冷气电费太贵不得不在享受冷气和高额电费间挣扎。 最近一位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PO出自己的电费账单,整天开冷气电费竟然是这么多。 原PO表示自己家中有二人和17只猫咪,从3月开始两台冷气24小时开放。 他贴出的电费账单显示流动电费和分摊公共电费总共1636元。 网友们们纷纷表示这不可能。 不少网友表示好羡慕租房电费一度五元一直不敢开,最悲哀的是还要涨价。 什么牌子还由网友调侃接错表吧?冷气插头插在邻居家插座上。 看到网友们各种怀疑,原PO特意发文说明没有偷电偷接别人电表。 不怕查电表。 房子24平,两台都是变频冷气,舍定25度没开电扇。 因为毛咪中暑住院一次要8000,所以才会涨时间开冷气。 随后不少网友证实以变频冷气计算这个价格合理,虽然用起来省钱买的时候也很心痛。 网友们热议,好便宜,真的省就是冷气伤不起,更有调皮的网友表示你是不是在卖冷气的啊。 原PO为了毛咪不生病每天开冷气,一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主人。 看到这张惊人的电费账单,不少网友也要换掉家中的就是机器,放肆地享受这个夏天了。 大家一定会说的。 号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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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